手機板有起惡 手機板有什麼 你們用戰士要讓它旋轉一下 這樣互吹,剛好這邊都沒有主要 應該是用兩邊再往那邊點 這邊要再往那邊點,這樣就會循環 變成一個循環 你這樣掉的效果 你這邊吹過了沒風 這樣可以嗎 一點點,一點點就大 大家互吹一點點就好啦 就這樣互吹一定到我家 好,OK,回來齁 所以我們現在對壓力有點概念 壓力是很簡單,不是說 我在這上面,好囉 我在上面,壓東西 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我壓越多東西,這上面所承受的壓力怎麼樣 對底下就越大 就越大,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壓力的概念 那,在隨便壓力會是什麼樣的形式 因為它是隨便過 或是我們有聽過 有,會耳鳴 為什麼 不會吧 耳鳴,那是看個人的狀況 有些同學怎麼不見 都冒膠 但是,耳鳴跟壓力有什麼關係 有吧 有吧 越深的壓力的話 那他的耳鳴會越壓力折 OK 這部分我們沒辦法提供什麼答案 或是提供什麼答案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或許有關係,或許沒關係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 那是說,假設從深海裡面掉上來 雨大部分的雨會怎麼樣 死掉 死掉 死掉,為什麼死掉 垃圾爆出 他眼睛突出 為什麼眼睛突出 壓力還... 因為壓力不一樣 對 哪邊的壓力不一樣 血液不一樣 血液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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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哪邊 與身體外面的壓力 與身體外面的壓力跟什麼呢 哪邊的壓力不一樣 身體內的 身體內的壓力跟身體外的壓力不一樣大 因為身體習慣在那個很深的地方 游泳的時候呢 身體裡面的壓力自然會在外面做平衡的 它才不會受傷 譬如你看看 假設我現在身體壓力比外面壓力大 你會看到手怎麼樣 會浮起來 會浮起來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拿到瓶子 這一瓶的壓力比較大 你怎麼知道這個瓶子壓力比較大 為什麼 捏起來緊緊 一個捏起來緊緊的 另外一個你看從外觀看起來怎麼樣 浮腹的 浮腹的 對不對 那你看吹個氣球 氣球浮起來 裡面壓力比外面壓力來講 會怎麼樣 大 大一點嘛 因為裡面壓力要比較大 才浮起來 浮到一個程度 它跟外面做平衡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想想看喔 這罐子如果壓力比較大 我浮起來的時候壓力會變大變小 變小 變小 為什麼它變小 因為它跟外面做平衡 壓力平衡之後它是不會在動的 對不對 當你壓力的平衡 當你平衡的時候 就不會在動 所以在裡面再繼續吹氣 它會怎麼樣 暴躁 它也一直不會暴躁 它也一直繼續浮起來 所以它繼續浮起來 對不對 它慢慢一直浮起來 我一直吹氣 它一直浮起來 為什麼浮起來 因為它跟外面平衡 同樣的 一隻魚如果生活深海底下 如果你覺得累的話 就請你站起來 好不好 不要一直讓自己覺得 就在半部分你會聽不下去 就會越來越聽不下去 一隻魚如果在水裡面 很深很深的海裡面 因為水的壓力很大 你看 這隻魚在這麼深的水裡面 這麼多水壓在它身上 重不動 很重的壓力很大 是不是壓力很大 我們講過 這個面積上的重量 代表這個點上的壓力 是不是 它平均在這個面積上 所以這魚在很深很深的海裡面 它壓力很大 所以它內部要跟它平衡 所以慢慢的習慣了 我身體的內部壓力 是很大的壓力 你會把它拉上來 它到外面壓力很小 它怎麼平衡 它怎麼跟外面壓力平衡 外面很小 外面很小 土氣 它事實上對你整個就爆開 就是比較膨脹一點 甚至說 前一陣子你記不記得 我們有時候 水溫子打開水 打開水是 那個 乳白色的 是不是 不是乳白色的水 水壓的氣 因為水壓很大 水壓 因為我們這邊是山上 所以它把水打散 水是需要加點壓力 水加點壓力的時候 那個氣 會溶進去水 會溶進去水裡面 所以 這個 這是一個水管 因為壓力大 這個氣泡會溶進去 氣泡會溶進去 溶進去 溶進去的時候它很透明 就是溶化了 所以為什麼壓力大 氣泡 氣泡 溶進去 嗯 你可以想像壓力大 就是把氣變小 氣變小 它可以塞到水 氣泡分子裡面 開水分子裡面去 它可以塞進去 本來氣泡是一個水泡 它塞不進去 可是它壓力變大 它越來受小 受到越來受小 它可以塞到水 水的分子裡面去 它溶化進去 就跟汽水瓶一樣 氣泡 氣泡裡面有很多空氣 它壓力很大 是不是可以幫助 那個二氧化碳溶到水裡去 是不是 所以要把二氧化碳溶到水裡去 所以要把二氧化碳溶到水裡去 有很大 很大的作法 就是你要去加壓 要把氣體加壓 讓它溶到水裡去 好我現在溶進去了 所以當我水肉都打開 把水倒進來的時候 欸我是不是 瞬間卸壓 我是沒有壓力 我壓力是不是比水管裡面小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泡泡 泡泡就 就打出來了 泡泡就長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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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整個 整個盆子裡面都是微小氣泡的時候 你看起來它是乳白色的 你再放一段時間 所以泡泡會慢慢地跑到外面去 會跑出來 就慢慢就變透明了 好 有沒有這種感覺 記不記得 同樣的 這隻魚在深海裡面習慣了 它是讓你的血液裡面 都有很多氣泡 當它被拉上來的時候 血液會突然怎麼樣 水裡面的氣泡會突然怎麼樣 會突然跑出來 氣泡會突然跑出來 那個水的氣泡跑出來 你知道它一個人 要死掉 要幫一個人 就是有些人 我看過一個影片 他去暗殺一個人 他怎麼暗殺 表演檢查都沒有看到任何症狀 也看到傷口 也看到刀痕 結果他檢查他怎麼被弄死了 他直接拿一根針 插到心臟 打一個氣泡進去 就死掉了 為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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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會被氣泡 對 血管會被氣泡骨射 對 血管會被氣泡骨射 氣體不是會移動的嗎 為什麼會骨射 你去看我們那個 生態 生態溝旁邊那個 我們結了很多管子 你去看有些管子 當裡面氣泡很多的時候 為什麼有時候 你們看到我 會把那管子拿起來 會把那水管舉起來 為什麼 你讓他水壓大 水壓大 你趕快把氣泡擠出來 當氣泡在裡面的時候 水就給我動 水就不會給我動 就如果插一根針 那心臟裡還不會死掉 插一根針不會死 但氣泡 打出來會死嗎 不會死 一般來講 你的 就像我以前打針 我打針 是不是刺破了 拉出來會不會流血 只有一點點 血就凝固了 所以身體實在有很快的治癒能力 它可以把那個洞捕住 那就是血栓 血栓 血栓 當你的血 你的血遇到那個 空氣的時候 它會形成那個 凝血 它會幫凝固 凝固就是血栓 血栓的好處 在身體的一個繁衛精神 就是說 假設這個血管破了 破了 我這邊接到空氣 我這邊凝固 就可以把這個洞捕住 懂我意思嗎 可是還有一個缺點啊 血栓有什麼缺點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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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空氣 因為這血栓 沒有堵在那邊 血栓防護去 有洞 它堵在哪裡 它堵在尾血管 它堵在尾血管 你的血管是不是越來越小 分支啊 你是分支越來越小 分支越來越小 它堵在這邊 假設這邊是腦袋咧 腦袋是缺氧的嘛 就可能中通啊 就會死掉 所以 血栓也很危險 可是通常這個血 血栓比較小的時候 它會被身體在融化 它會被吸收掉 所以血栓有好不有趣 所以 剛剛請問講說 假設打一根針氣 打腸會不會死掉 不見了會死掉 它應該堵住 就好了 可是有些人 那個 凝血能力比較差的 凝血能力啊 明顯能力就是說 血液凝固的能力比較差的 它就可能會繼續流血 因為血管 心臟壓力很大 它會突然掉 它就會噴血 它就不能凝固了 可是打一個空氣進去 是會死掉 所以空氣就把血管塗掉 它就回流動 會死掉 那怎麼樣 幹細胞可以 像你的肌肉能力之間 高度 幹細胞是 它沒有分化完整的細胞 它也持續分化 它分化成 它很重要的細胞 人是在剛出生的時候 會有幹細胞嗎 人剛出生的時候 在陪她的情況下 所有的細胞都幹細胞化 哦 因為它不知道它分化是不大 所以我如果手斷了 我把幹細胞放在這 它就能了 它找出手的細胞嗎 有可能 有可能 現在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人這樣做 但是你會放在幹上那些 會長出幹 會長出來修成 那我們在水面 剛剛講水面要力上 所以水面裡面 可以看到 那我們 這邊壓力是有放下心的嗎 沒有 壓力有放下心 壓力有放下心 沒有 我這邊 有 上面放很重的東西 我這平板上 是不是很大的壓力 我這 我上面放很重的東西啊 這平板上面是不是很大的壓力 是 是吧 可是這邊有沒有壓力 沒有 這邊沒有壓力對不對 好了現在水裡面 我真的有一個點贊 它的壓力來自哪裡 來自於四面八方 來自四面八方 為什麼 你怎麼觀賞它來自四面八方 因為它沒有動 OK非常好它沒有動 正常來講這個水分 或這個水 在空氣中它是不會自由移動的 它不會自由移動 不會自由移動 我們在講第一平衡的概念是什麼 看你什麼 合力為0 合力為0 合力為0就是 上下左右受力方向都有力 對不對 對 假設在水裡面要壓力的話 就 你想想看這個正四方形 在水裡面 是不是 上面這邊給的壓力 跟下面給的壓力 跟左邊給的壓力 右邊給的壓力 前面給的壓力 後面給的壓力 都要一樣 它才不會動 負責是它沒有收力 負責它沒有收力 負責它沒有收力 可是在水裡面怎麼會沒有收力呢 它怎麼樣有收很多力啊 所以要先證明它有壓力 我不用證明它 因為它上面已經點了很多水 這點上面一定很多水啊 不是嗎 嗯 一定很多 上面一定有很多壓力啊 不是嗎 所以要怎麼樣 我不用證明它 有收力 它就是有收力 關卡就是常常收力的 好 可是它為什麼不會往下掉 因為它有活力 不是活力 因為下面你再推它一個力啊 下面有推它一個壓力 左右有推它壓力 前面都有推它一個壓力 所以壓力在一個流體的情況之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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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起來了 起來了 所以壓力 在一個流體當中 你們如果 會想要睡覺 請你們記得 做筆記 做筆記 你們沒有做筆記的習慣 就會一直不知道幹嘛 就睡著了 你幫我講的任何一個關鍵詞 就抄下來 你抄下來的過程上 就不容易睡覺 你回去寫 機率會好寫 好不好 你要寫什麼 不知道 到底要唱什麼 我不知道忘記了 看影片 我來給你一個筆記 筆記本 有 另外筆記本 我來給你一個筆記本 你筆記本要去哪 那我給你一個筆記本 所以你給過我了 那就你隨時期待你的筆記吧 好 在課堂上 把中藥的東西抄下來 不要一直想要睡覺 滾 在流體的 流體的 流體的 流體裡面 流體裡面 我們簡單的觀察 它在你的集中狀況 你們知道 它是四面八方 都受同樣的壓力 所以流體裡面的壓力是四面八方的 是任何個點的方向的壓力都一樣的 在空氣也是流體 空氣也是流體 所以空氣中 這邊假設有一個氣球 它假設 它現在停留在這邊 它正常來講 它會向左邊移 會向右邊移 會向上移 向下移 會啊 假設它沒有比空氣輕的情況 是這樣 只有比空氣 就是比空氣都 跟空氣一樣 比我這邊拿個水耗帶 我裝了空氣 好 放在這邊 好 這裡面有空氣啊 這邊有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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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下有空氣 有風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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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量喔 有壓力 它為什麼不會動? 因為會撐著它 它有撐著它,所以它的支撐力被抵消了 那它為什麼不會左右移動? 因為摩擦力 是摩擦力嗎? 是 為什麼會有摩擦力? 因為沒有人推動它 沒有推動它,為什麼會有摩擦力呢? 就不會有摩擦力 對,所以它為什麼不會左右移動? 因為沒有人推它 而且它左右的壓力是一樣的 對不對 它左右的壓力是一樣的啊 它為什麼不會飄起來? 因為它沒有那個... 我說的是你看空氣喔 裡面的空氣喔 你不要看這個塑膠袋 你要看的是 看這個空氣 這個塑膠袋所造的空氣 你看 因為裡面沒有排氣 合理 我這個塑膠袋所造的空氣 為什麼會飄起來? 說是裡面的空氣跟外面的空氣一樣重嗎? 塑膠袋所造的空氣 這空氣是左手的 左手的 上面壓力跟下面的壓力是一樣的 所以空氣基本上來講 不會左右 不會任意移動 好啦,為什麼這個空氣會飛 這空氣現在在吹動 為什麼這個空氣會跑? 因為夜天跑 風 對 吹出來 這吹出來的另外一隻 就是夜天跑 風也推出去 對 所以這邊壓力比較大 還是那邊壓力比較大? 這邊壓力比較大 哪邊? 那邊 哪邊? 那邊是哪邊? 電風扇這邊壓力比較大 對不對? 電風扇壓力比較大 電風扇壓力把風給推過去 所以你在看一個 電氣譜的時候 假設你在看電氣譜 有 低氣啊 高氣啊 不是 對 我們看整壓譜 好,假設這是高氣啊 高氣啊 高氣啊 那是低氣啊 那請問風氣 風怎麼吹? 高往高氣啊 高往低下吹 所以空氣就是這樣流動的 它從高壓的區域往低壓的區域 然後空氣就是這樣吹 一樣的道理 可是當你的前後四面八方壓力都是一樣的 所以空氣又被移動 這邊有一塊空氣 可以想像 這邊有一塊空氣 假設天風都沒有吹 現在停止在這邊 然後這個空氣如果會左右移動 會不會跑回去? 會 會嗎? 不會 空氣噴子會移動 但 嚴格來講 這塊空氣是不太會動的 你在裡面會覺得沒有封 有時候會覺得 哇,好悶喔 都沒有封 為什麼沒有封 行啊,是氣體噴子沒有在動嗎 所有的氣體噴子都停住了 不動 還是怎麼樣 沒有封 他們都往其他低氣啊 直接低到過 沒有沒有 有時候我們會擁抱在一個 剛好 講到這個高氣壓 我們其中在高氣壓的中心 好 需要人在這裡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封嗎 沒有 你可能覺得沒有封嗎 你可能覺得剛好沒有封 沒有封是空氣噴子不動嗎 不是 還是怎麼樣 就是剛好空氣噴子沒有封 簡單來講 空氣這邊撞了一個 這邊撞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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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了是不是一樣快 一樣大 大小都一樣在那邊就有封 沒有封 沒有封嗎 兩邊的壓力一樣大 先嚴格來講 兩邊壓力一樣大 那空氣值在那邊左右移動 它不會咻 一直往那邊走 所有的空氣都往那邊走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是封了 你看 所有的空氣都往那邊走 這邊是有一股封 對不對 可是當左右分子的撞擊力量大小一樣 有時候空氣值讓左右搖動而已 直左右搖動 上下搖動 所以直這樣撞到中間 它並不會跑 我們特別做一個實驗 等一下 它叫什麼 這個是彈鋒鹽 可以這樣講 沒有錯 陳育你做什麼 做什麼實驗 做什麼樣實驗 我們拿兩來電風扇 然後呢 對吹 一個槽子吹 一個槽子吹 然後怎麼樣 然後這一台的正直面 你就會感到感受到我 你說一個是 往這邊吹 一個是 往這邊吹 往哪邊吹 是這個方向 是 腳踏的上面 好 人站這邊 他不會感受到我 為什麼人不會感受到我 因為 他被形成一個夾角 然後就 出去了 所以 你這個畫法 你這個畫法 還不一樣 你電風扇擋著路 所以電風扇擋著路 所以電風扇移到這邊來嗎 對 OK 是嗎 是在我 我不信你這個東西 跟我現在講的東西 其實有關係 你這個東西 譬如這邊的壓力很大 就是他把空氣往這邊吹 所以壓力很大 往這邊吹 然後空氣可能會這樣子吹過來 你想的情況是這樣子 可是 不太容易答案在你想的情況 因為這個風吹過來 就是 往這樣吹過去 你不太可能 再透過另外電風扇 再把所有空氣往這邊 全部倒到另外一邊去 你看就這樣 就是 你這個空氣 這個電風扇吹過去 雖然是往那個方向 但因為他沒有的倒空罩 所以他出去的風扇 就是這樣子破散 他是破散 所以他不太可能 是一個管子 被你另外的管吹過來 把它倒一下去拿拿 很難這樣做 你如果第一個有空罩 我們可以這樣吹 但是現在不行這樣吹 這太容易吹 好 所以空氣在 不管在流體中 在水裡面 在空氣裡面 空氣 這個壓力 是一個四面八方位 好 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一體底下 的壓力有多少 譬如我跟妳說 好 這個點上 壓力有多少 你們知道 嗯 這點上面壓力有多少 怎麼算 那個 拿壓力表 拿壓力表 如果沒有壓力表呢 我又會這一支尺呢 好 請啊 今天血下樓身 來把溫度計插進去 你看在20度 所以現在的血下了20公分身 這樣對不對 那溫度計往地上一插 有20公分的雞血 對 這是一個消耗 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的壓力 就像陳友講的 我是不是不能有壓力去來測 假設這是液體 我現在就一巴尺 尺可以告訴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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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可以告訴你你身度嗎 尺可以告訴你現在尺的身度嗎 好 我現在知道了 這個深度我知道 H 深度我知道是 H 請問這邊壓力是多少 這邊壓力是多少 怎麼知道 H 怎麼知道 因爲 地體的密度乘以 地體的深度還是什麼還是 OK 那個字節現在都講了 大家沒辦法理解 因為字節你也沒辦法很清楚的講出來 好 可能自己也曾經看過 但是現在講不清楚 好 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要思考 我們腦袋是用來思考 安心難說我們用進很多東西 有沒有的 腦袋最重要的是保留來思考用 好 想像一下這邊的吸管 我沒有全部插到鼓 就插到這邊來 全吸管的這邊 這個面 承受的壓力拿進去哪裡 嗯 是 拿進去哪裡 對 吸管裡面在左右嗎 上下 上下 上下是什麼 下嗎 下面給它什麼壓力 就跟我們剛剛的經驗來講的話 這個面上所承受的壓力來去哪裡 到什麼 是上面 吸管裡面的液體的重量 哦 是這個重量給它的一個壓力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重量要壓在這個吸管的這個表面積上 這個結面積上 是不是這樣子 有 好 現在這個體積有多大 欸 這體積有多大 所以你知道是不是那個地方 這個面積在足以深度 OK 面積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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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 是不是 H有問題 C 這是圓柱形的體積嘛 誰 你沒有在看 我發現你一定有聽清楚嗎 是 有問題 體積知道了 那它裡面的重量多少 裡面的重量多少 等等 重量是什麼 重量是誰密度 重量呢 乘於體積乘密度 所以等什麼 A H 再乘上D 有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邊可能就有問題 我不知道誰有沒有問題 這圓柱形的管子裡面的重量 等於體積乘密度 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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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已經知道 我的質量了 我質量知道了 學校這邊所受力是多少 力 力跟質量的關係 它還在身上什麼 力跟質量的關係 力 跟質量 它還需要什麼東西 加速度 加速度 加速度是什麼 這個水根本就沒在動 有加速度嗎 不要被它外表 這加速度是什麼 我們在地球上的任何問題 都受到一個重力 對不對 這叫重力加速度 這東西是很往下 有力 是因為重力吸著它 重力吸著它 重力加速度 這就是G對不對 這就是G 這就是G C C 所以 我們的地理 向下的地理是等於 A 乘上H 乘上T 再乘上G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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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講 這是D 對不對 那壓力等於什麼 壓力等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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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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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支 F F 好 A是什麼 A是接住面積 A是接住面積 好 F呢 這位先生如果你要提到那樣 讓我知道 F是 你剛剛講 我可以說不要嗎 我可以 你每次上車怎麼離開 你這樣聽不清楚 我沒有辦法管你 身上力 力是 這個力體還是 作用在這個平面上的力體 是腿一直方向的水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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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深度有關 跟液體的密度有關 重力加速是固定的 對不對 可以啊 可以講 自己說 所以說用放轉的方式 是 這個 對 什麼等於HBG 壓力啊 P等於HBG P等於HBG 壓力啊 A預約掉 這問題 寫下來筆記都不用寫的 你忘記的話就寫下來 什麼 G是重量 G是重力加速度 G是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你不管在任何表面上 所以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 基本上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會是什麼 因為我們組裝面積 所以這單位會是 牛頓 面積可能是M平方 哪裡 V啊 V啊 V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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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め面積是A N自己 P是A V是什麼 M平方 髮型 M平方 M平方 N自己 M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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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不要客气 忘记人家讲一声 我们就讲密度什么 你的就是那个 什么 这样你是说什么是密度 极密的程度 极密的程度或者是说 我们一个单位体积里面的质量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它的体积是V 假设它是棉花 M很小 假设它是铁 M很大 那 密度来讲的话 B分之M 所以 小的 我们的质量是小的 因为它的分子 你分子越小是结果越小 分子越大结果越大 所以密度是来自 它现在把这个质量分配在这个体积里面去 分散到这个体积里面去 所以每单位 比基所需要的质量 它就是密度 但是 刚才那个东西 它是 压力的计算 压力的计算 对 但是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有些人在讲说压力的时候 他用的没有G 他说T 等于H D 为什么会财温G 为什么财温G 为什么 财温G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没有中力交出 但是不可能没有中力交出 在地球里面都有中力交出 非体消 非体消 但它用的单位不一样 它用公信单位 我刚讲的 这边的单位 我有G的单位 它用的是牛顿当成分子 它分子 它分子是用牛顿 假设没有G的情况是这样 它的分子就是公斤 懂我意思吗 实际上是公斤重 是公斤重 是公斤重 那黄黄黄的计量 是什么力 力的计量 那大这一点 那 没关系 我自己想 什么力的计量 没关系 好 好 在提醒一下 下期我们要做分级认真的几次 所以下期的第二堂课 会做分级认真的几次 第二堂 第一堂课完再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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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还是在上课 第一堂课完再上课 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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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遍 壓力怎麼樣? 這旁邊有個箭頭 沒有,那本來是寫流體的 這不用你了,這不用你了 我們假設這個地方的壓力 是你積穿的,我們就從那個來推倒 所以這邊有其餘沒有其餘 你要知道什麼意思 譬如說,這個人在地面 表面上怎麼測呢 或者這個人的質量是10公斤 這個人的質量 是10公斤 尋一下地球對它吸引的重力有多少? 10公斤 這個人的質量是10公斤 地球對它吸引力有多少? 大概有10公斤 好,這個是質量 質量,知道嗎? 什麼是質量? 質量就是 不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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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我們換個條件 質量就是一種抵抗慣性的 維持慣性的大小 越想維持慣性的 什麼叫維持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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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維持慣性 我維持慣性的大小 我維持慣性的就是越不想動 我越維持慣性越不想動 我越維持慣性越不想動 我越想維持慣性 我就越不想動 OK 好,所以質量很小 它比較容易被移動 它比較容易被轉動 會被改變它的運動狀態 所以質量小 那質量大的呢 它就很容易被移動 好,那什麼是重力? 質量這麼大的 它的地球表面它的重力是多少? 地球給它吸引力是多少? 重力有多大? 重力有多大? 重力嘛,記不記得? 力的是什麼? 力的是什麼? 這個...結束面積分之... 你講這個壓力 我現在講力 MMM 對不對 M是什麼? MM是什麼? M是什麼? 重力加速度 M是什麼? 面積分之... 質量 M是質量 A是什麼? 降速度 在地球表面的 地球給你的降速度是多少? M 地球給你的降速度是多少? 9.8 這樣講不清楚 9.8 這樣講不清楚 1.3 什麼叫做加速度? 加速度怎麼說? 每秒 每秒 對 所以怎麼樣? MM每秒9.8 還講不清楚 還猜不清楚 單位怎麼講? MM每秒9.8 我沒聽過 你怎麼沒聽過 我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 1 M 你怎麼講? 每秒 每秒1公 對啊 有聽過嗎? 你剛剛... 我做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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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秒 9.8 因為它是9.8 M3 好 每秒 9.8公 你怎麼怎麼講? 嗯... 講到... 斷遠離的人都講了 哦... 好 他就要記得 是重力降速度 所以在地球表面上的任何物體 它被地球有吸引的重力 重力吸引著它 它是10公斤的話 假設吸引力有多大 怎麼算? 這東西10公斤 我放開它 它會形成什麼樣的加速度 關心運動 不會是關心運動 關心運動 關心運動 它形成什麼? 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 等加速運動 這等加速度來去哪裡? 來自地球 來自重力嘛 重力 這東西只要是10公斤 它掉下來 掉下來是誰給它力量? 重力 重力 重力給它加速多少? 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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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1 或是定值 所以我們給它叫做G 好 請問這D有多少? F能多少? D C D給它多少? 9.8 9.8 乘什麼? 乘什麼? F 乘M 4 對不對 M 或是這個9.8 G M G MG 在地球表面上 任何一個物體 它所受的拉力 所受的地性引力 就是MG 有清楚嗎? 有清楚嗎? 所以現在這10公斤 的物體 它在地球表面上 它所受的重力是多少?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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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九點八 對啦 它實際上多少 十三九點八 有問題 你們很多人也許已經清楚了 但是不要害怕 猜測 如果你不清楚去猜測看 我們到底講什麼 你越猜了越多次 你就越容易學會 你現在不清楚在講什麼 你就弄在那邊 大家就弄在那邊 那就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那我就不知道怎麼講 你一定要有回饋 你一定要有反應 如果一直不反應 我們就卡在這裡 為什麼講到這邊 這是因為剛剛講的單位很喜歡 因為剛剛大家講說 這個有區沒有區 或是牛肚子就有差別 好 請問一下 質量十公斤 在地球表面 他收了一個地心引力的拉力 這地心引力的拉力是多少 這個地心引力的拉力是多少 這個地心引力的拉力是多少 98什麼 沒有 沒有 沒錯 98什麼 98什麼 98牛頓 98牛頓 清楚嗎 清楚 98牛頓嗎 大聲一點 1公斤 98牛頓 8公斤 100個 100% 10% 100個 1公斤 100個 100個 11公斤 1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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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斤100個 可以收到一个力,形成每秒一公尺的速度 这样就说这个力是什么? 清楚吗?不清楚,听不清楚 谁要讲一遍? 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力,推动一公尺的物质 推动一公尺的物质 然后让它形成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这就是一牛注成力 一牛注成力 就是我们每公尺的物质,一公尺的重的物质 被推了之后,它可以形成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这个力量大,你跟一牛注成 好,现在十公尺的物质在地球表面 它是地心引力的拉力,它可以形成多少加速度? 9.8 每秒每秒9.8的加速度 每秒每秒9.8公尺的加速度 所以它的地心引力吸引它的力是几牛顿? 98牛顿 是98牛顿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那回到刚刚这边 我们在算这个压力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作用在吸管下面的平面上的力 力一定是m乘A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力量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里面的质量已经算出来了,是B乘D 所以再乘那一个G,表示什么? 质量算出来了,再乘那一个G,表示什么? 质量算出来了,再乘那一个G,表示什么? 质量算出来了,这一个D比这个 G是低频率 表示这一块异体怎么样 ? 什么? Z主角草算出来了 xmg p 谁对它的力? x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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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的丹麥是用牛頓 沒有用G的時候用丹麥是用什麼 沒有用G的時候用什麼 就是公斤嘛 我們講是公斤 為什麼叫公斤總 1公斤的物體 質量是1公斤的物體 在地頭表面 DC你給他吃的力量是多大 9.8 9.8什麼 沒有沒有9.8公斤 沒有沒有那是加速度 他吃的力量是多大 9.8牛頓 他有破的叫做什麼 就是1公斤重 1公斤重是直接總 那他叫1公斤重 所以1公斤重是力量的單位 記不記得 所以我們在當初講那個 力的時候已經講過 講那個重力的人就講過 1公斤重 就是一個力的單位 1公斤是質量的單位 1公斤重等於G就是馬牛頓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這個壓力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水深的點上的壓力是多少 講這個東西 你說這是H 深度 它的密度是低 你說低什麼 低 密度是低 這一點的 差到那一點的壓力 壓力等於那個 H乘D 這時候的單位是什麼 公斤重 這是公斤重 非常好 這單位是K G W 除上 除上什麼 面積嘛 面積是m平方 這是每平方公尺 多少公斤重 知道嗎 對 這是壓力單位 壓力單位實在有很多種 後來 再講空氣壓力的時候 一樣 空氣 好 我們在水深很容易測 水深比較容易觀察 我就把尺放深一點 水塔有多深 水塔沒有 我現在看到一個水塔 水塔怎麼化 水泡 好 這是水泡 這邊有一個 那個牆 牆很深 對不對 牆底下要厚一點 為什麼底下的牆要厚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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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這裡有水 這是水泡 這邊有開口 可以放水 為什麼一般的水泡 我這樣畫可能 我用大換講 15分鐘一樣被撞炸 再講一遍 沒事 好 這是水泡 這裡面是有水 好 那這是山 山 好 請問水泡一般來講 做成這樣一個 你看 為什麼底下要做得很厚 因為 因為 下面的壓力很厚 對 怕水療通 我沒有錯 可是 我不會做成平衡的嗎 因為 我底部的結束面積比較小 底下結束面積比較小 因為這樣 不然說 我們剛剛寫的這個事情 拿著這東西沒有影響 壓力一點 這關 底下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說 要厚一點才可以 沒有錯 底下壓力越大 我越深的 是不是我這邊的壓力就越大 因為壓力等於什麼 HD D是固定的 可是越深的地方 是不是壓力越大 表示我向外推的力量越大 向外推的力量越大 所以我都想要hold一點才能夠擋得住 所以水泡 或者你看河邊的提板 提板在做都是做成斜的 它都做成斜的 記不記得了 你去任何一個河邊 看到它的提板都做成斜的 那現在仔細看 提板都是做成斜的 對 當中做成斜的 像伊拉殼 伊拉殼旁邊這邊還種樹 它是堆泥土這邊還種樹 沒有關係啊 它這邊只是堆土耶 它做成一個結構 因為這是支撐它的重量 所以它抵抗那個壓力 所以它可以放一些醋 它不見的全部是水泡 好 OK 那空氣壓力是什麼 空氣壓力很暗 我們現在可以量空氣的深度 假設這是空氣 假設是空氣 我可以這樣假設嗎 假設這個杯子沒裝空氣啊 我可以這樣假設嗎 所以我想測這一點的深度 這一點的壓力的時候 我就在這邊的深度多少 在成長低就是空氣壓力 誰想測嗎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空氣不像水一樣 水可以這樣跌起來 但是空氣哪有時候是一樣的 然後它會等上 OK 陳佑的說法 我們只要補充或是做修飾的 陳佑的說法 我們只要補充或是做修飾的 你肩膀上的壓力來自哪裡 大氣壓力對不對 這大氣壓力是跟 空氣四面八方 因為是四面八方 但是主要是來自 我的肩膀上所疊盪空氣的多重 應該說空氣沒有支撐力 空氣沒有支撐力嗎 空氣如果沒有支撐力的話呢 你看喔 為什麼不算 為什麼不算 因為用袋子 這是用袋子的關係 那我如果空氣沒有支撐力 放在導入牆 我的肩膀有什麼肩膀 我一直就是好支撐力 啊 肩膀不是靠那個 肩膀有支撐力 那不要是空氣的支撐力啊 所以空氣是有支撐力的啊 請 會货 好 對嗎 空氣 空氣有支撐力喔 我肩膀上的壓力 可不可以講說 我假如我在水裡面 我在水裡面 我肩膀上我在水 我講到潛水有段深度 我肩膀上的壓力 可以說我肩膀上的壓力 來自於我肩膀上的水的重量 可以這樣講 我在水裡面的時候 好我現在離開水裡面 離開水裡面 我先到外面來在空氣下面 我肩膀上的壓力 可以說我肩膀上的空氣 壓在我的肩膀上的壓力 要不要這樣講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只是空氣不好這樣量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空氣還裝不到 裝不到 裝不到 第一個 搭氣層沒有這條線 而且這個高度很高 這個高度可能大概有50公里 我沒辦法去拿那個尺去量 大概大概50公里 另外一個是 事實上可能50公里可能100公里 就定義很多種 另外一個是 密度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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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很難說 我今天從來沒開始量距離 而且密度是變的 所以很難做 怎麼辦 用水 用水怎麼樣? 用水盆來測怎麼測? 水盆怎麼測? 水盆怎麼測大起壓力? 這事情困擾客人家很困擾 所以後來有一個聰明的人 叫做脫離卸育 他想出一個方法 如果你想知道他怎麼測呢? 請記得回去看課本 下一堂課再見 來發音 等一下他在跟我講話 你要看一下他在跟我講